今天和你分享的文字是 苏东坡 那些年我走过的路 看过的雨 作者江徐 欢迎你的收听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在文末右下角 为我们点击一个再看 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一起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公元1101年的夏天 苏东坡终于获得大赦 可以结束流浪生涯 实现南渡北归的愿望 这一年他已经65岁了 他从偏远的丹州出发 计划中是要回长州安渡晚年的 一路风尘仆仆 遭受各种艰险 途经镇江时 由金山寺 看到自己当年的画像 依旧在那里 附近追悉感慨万千 提笔写下 字体金山画像 心思以灰之木 深如不细之粥 温如平生工业 黄粥惠粥丹粥 谁也不会料到 写下这首诗时 这位名阳天下 漂泊一生的大诗人 离去世只剩下两个月 二十四个字 高度概括其一声 有字朝 也有字迁 黄州 惠州 丹州 在这三处被贬之地 他差不多度过了 自己的壮年 中年 暮年 有人说 苏东坡这辈子不是被贬 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 品读他的诗词 可以在文字里 追寻他走过的路 游过的山 望过的云 看过的雨 当我翻开书卷 漫步在苏仙的诗词世界里 遇见很多长雨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风声与味 弥漫出不同的人生旷位 42岁那年 一桩乌台诗案 让苏东坡遭遇牢狱之灾 幸好死里逃生 之后就被贬着到黄州 黄州这个地方 溢漏多雨 气象昏昏 不是宜居之城 对苏东坡来说 或许称得上 因祸得福 在这里 他可以效仿自己的偶像 陶渊明 过上自食其力 归原天居的生活 他带领家人 建设家园 开墾荒地 筑水坝 挖鱼塘 种植树苗 培育蔬菜 农服生活 过得忙忙碌碌 风风火火 农闲时 他还钻研美食 自创东坡肉 给家人改善伙食 又在大雪天盖房子 取名雪塘 当地太守 敬重这位大文豪 将去江无石部 风涛烟雨 小溪百变的林高亭 赠予他居住 每当闲来无事 半躺在亭子里 久之微熏 看云来云往 江水悠悠 感受天地之美 实属人生一大快事 原封五年的春天 也就是来到 黄州的第三年 有一天 苏东坡和朋友 结伴出游 当他们走到一个 叫沙湖的地方 风雨呼至 同行那几个人 因为自己变成落汤鸡 而感到十分狼狈 只有苏东坡不觉的 始终泰然处置 雨过天晴 灵感触击而生 他写下一却 定风波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醒 竹杖盲鞋 轻胜马 谁怕 一缩烟雨 任平盛 撂翘春风 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 却相迎 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当雨滴落在枝头 旁人避之不及 苏东坡却照样 悠然行走 还不忘 长笑引勇 一杆竹杖 一双盲鞋 一身缩衣 就可以让他从容前行 从不沾前顾后 也不在意路上泥泞 返回途中 雨也停了 酒也醒了 回首来时路 浴火重生的苏东坡 在心里感慨 人生啊 其实无所谓风雨 无所谓天晴 风雨也好 天晴也罢 都是生命的经历 庸庸俗众 有多少人 让自己的心情 受控于天气 天晴时 心情就好 天阴了 心情变糟 面对人生的 阴晴与雪 心境同样受制于 外界环境 心灵不自由 做不到活在当下 促使我们错过 很多风景 若能心不畏行意 若能静由心造 也就有了 别样的境界 黄州的这场春雨 让我想到汪国珍的两句是 心情时雨 亦是情 心雨时 情亦是雨 管它是风 管它是雨 一所烟雨 认平生 这是苏东坡 超越时代后的 坦然与乐观 如果说婚姻是一场赌博 苏东坡三次都赌赢了 他一生娶过三个女人 一个关爱她 一个崇拜她 一个懂得她 这朵可遇不可求的结语花 便是第三任妻子 王昭云 有一天 苏东坡退朝回到家 吃把饭 抚摸着肚男 试问旁人 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有人说是文章 有人说是博学见识 唯有昭云回答的俏皮 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东坡听闻此言 开怀而笑 所谓懂得 就是两个人 能在同一语境 能够想你所想 当年在杭州任职时 苏东坡遇到昭云 他是才艺出众的歌迹 才十二岁 貌如春圆 王润芝将他买下作为丫鬟 从那之后 昭云就跟在苏东坡身边 折居黄州时 苏东坡纳昭云为妾 没多久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顿儿 苏东坡欢喜非常 还写下一首《喜儿诗》 我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怨我儿 于且卤 无灾无难 道恭请 幻海里沉沉浮浮 苏东坡早已看透官场险恶 他不指望孩子博取功名 只愿幼儿健康快乐 一生平安 可惜天不遂人愿 因为生存条件艰苦 顿儿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后来苏东坡被流放到岭南 他只带了昭云 儿子苏过 还有两位老仆 在岭南 他俩 渐放生池 一起访先问道 苏东坡还在诗文里 称赞昭云 为天女为魔 这对老夫少妻 相差二十多岁 却是志趣相投的伴侣 追求一样的生活方式 岭南偏安易语 有机会品尝各种热带水果 又有红颜 陪伴在侧 苏东坡越发随遇而安 还写诗调侃自己 明年住室做惠州人 果然 他在山顶住白鹤居 又将书斋取名为私屋邪斋 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探寻姓令 昭云病逝于惠州后 按照遗愿 苏东坡将他葬在 岭南佛塔附近的湖畔 墓旁建有六儒亭 亭上转有一副营练 不合时宜 唯有朝云能使我 独坛古调 每逢目语 背思青 这时候 苏东坡自己 也已行之暮年 他对着眼前的潇潇目语 心中翻涌着 暮暮往事 愁如海 思念 易如海 当他调弄琴弦 琴声匆匆 就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朝云 那个陪他走过风雨人生路 让他最有知己之感的红颜 一句 每逢目语 背思青 既有艳师妻缕的感伤 更有诗人对王妻的深情 一场冷冷清清的目语 一段情深义重的怀念 惠州的雨 寄取了苏东坡的儿女情唱 公元1097年 苏东坡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 他再次被竞争浪潮席卷 贬折至丹州 现在的海南 是旅游版图上的天涯海角 那时的丹州 却是偏远的荒蛮之地 苏东坡写信告诉有人 此间食无肉 病无药 居无事 出无有 东无碳 下无寒泉 反正是要啥没啥 再艰苦的生存条件 也不能磨灭苏东坡的生活热情 他很快融入当地百姓 和众人在椰树下席地而坐 谈天说地 元宵之夜 当地老先生 邀请他一起出游 好月当空 大家走街串巷 这里瞧瞧 那里逛逛 一路谈笑丰盛 回来时已是三更 家人早已熟睡 他突然对人生得失 有所领悟 自个儿放胀大笑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因地制宜搞发明 自创各种美食 还不忘写诗夸赞自己 墨江南海 金鸡块 轻比东坡 欲深更 折局丹州起见 在儿子苏过写著下 苏东坡除了完成对上书的注解 编成东坡志林 还创作一百多首贺桃源诗 那是他与精神偶像 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不论身处何地 哪怕穷山恶水 诗词书卷 始终是一个人的精神避难所 公元1101年 苏东坡折局丹州的第四个年头 宋哲宗病故 朝廷党争掀起新一轮的风云突变 风起云涌 再晨再浮 作为被打压的旧党派人士 苏东坡预设被归 归途中 他回望自己这一生 如风中飞鹏 东飘西荡 颠沛流离 竟然还能活着回去 算是老天眷顾吧 那是六月的一天 深夜 雨也停了 风也歇了 天上星辰闪烁 苏东坡站在船头 船在夜色笼罩下的海上前行 兴奋 激动 叹息 他将心中百感 付诸笔断 参横斗转 玉三更 苦雨中风 也解情 云散月明 水点缀 天荣海色 本成青 空于掳索 成福意 粗石轩辕 奏乐声 久死难荒 五不恨 自由其绝 灌平声 云开雾散 海清月明 这是呈现于他眼前的自然风光 以暗喻 成青之后的官场环境 或许更是世人雨过天晴的内心 他调侃地说道 虽然差点死在那块荒蛮之地 但我无悔 亦无恨 现如今 回过去看 这段流亡岁月 乃是平生其绝的历程啊 一个人若能看透生死 苦中作乐 哪怕吹着中风 淋着苦雨 也能当下解脱 立地成佛 这是苏仙的人生智慧 漫漫人生路 苏东坡一生当中经历的雨 远远不止这些 在杭州当官时 除了忙于公务 自然少不了游山玩水 唱也没久 家人奏曲 水波荡漾间 他领略了水光炼艳 情方好 山色空蒙 雨一齐的西湖美景 在任赴湖州途中 船只遇上大风浪 让他有幸见识到 招来白浪打苍山 倒设宣窗 做飞雨的气象 50岁那年 苏东坡被调往汴京 担任汉林学士 有一次 他在给友人画作提诗时 流露出春风遥江 天末末 暮云卷雨 山涓涓的归隐之心 还有凤翔习雨 江南烟雨 蓝桥暗雨 竹乌雨 杏花春雨 临平秋雨 不同方向的雨 吹在南来北往的路上 不同色调的雨 落在漫漫时光里 风里来 雨里去 雨这一意象 成为漂泊着苏东坡旅途的背景 浸润了他的生命底色 最终眷刻成带着诗意的记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 如果和自然 四季 雨 雪 山 谷 那么接近 接受他的治疗 一定不会心思闭塞 具有封闭的人生观 一个人的人生观 决定这个人旅途所见的风景 心有繁离 天地狭小 胸襟放开 风月无边 苏东坡的无限魅力 不仅来自丰富豪放的诗词 更是源于多元而开放的人生观 不管何时何地 不管何种境遇 也不管外面怎番风雨 他总能坐活在当下 缘容无碍 以出世之心 做着入世之事 正因为如此 苏东坡活成了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人生风雨飘摇 他自一路逍遥 好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北辰 欢迎您关注十点读书的微信公众号 也欢迎把这篇文章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在文末的右下角 为北辰 为编辑 为作者 点个赞吧 我在北京 问候大家晚安了 明晚见